今天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沙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 沙士比亚是享誉世界的英国大文豪 它的戏剧可以说每一部都是经典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奥赛罗》却是很特殊的经典 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奥赛罗》是沙士比亚悲剧里最有人间气息的一部剧 我们拿沙士比亚四大悲剧来做比较 这四部悲剧中其他三部,里尔王、麦克白、哈姆雷特 都是气氛阴森,要么有鬼魂,要么有女巫 《奥赛罗》则是朗朗乾坤,讲述的是人间之事 里尔王里有人被挖去双眼 哈姆雷特中接连死了七个人,都很血腥暴力 而《奥赛罗》中虽然也有人丧命 但情节发展做了很多铺垫,暴力来得合情合理 符合日常生活的逻辑 此外,哈姆雷特、迪尔王、麦克白 写的是国王、王后、王子、公主的事 而《奥赛罗》虽然也写了贵族将军 但其中有许多社会中层、底层的角色 是普通老百姓的事 这在四大悲剧里是绝无仅有的 也就是说,奥赛罗打通了社会的上、中、下层 没有局限在帝王将相的圈子里 呈现出一副完整的人间图景 用现在话说,奥赛罗是一部很接地气的作品 此外,奥赛罗又可以说是莎士比亚最具现代性的作品 里面其实有许多现代的议题 有种族的议题、有性别的议题、有社会等级的议题等等 比如说,在这部剧里,女主角Testamona曾问她的丫鬟Emilia说 女人为什么会为了外在的利益就出卖自己的真操呢? Emilia就回答:"怎么不会啊?那得看利益有多大了! 要是出轨一次真能让你的丈夫戴上王冠 那这鬼就出得值了!" 这样的信念摇摆和价值冲突在今天也依然很现实 好了,现在我们就来说说这部很现代 很有人间味道的戏剧到底讲了些什么? 奥赛罗分为五幕,相当于小说的五章 接下来我们一幕一幕的来讲 在这五幕当中,只有第一幕是在威尼斯共和国 后面的四幕都是在共和国的殖民地塞浦路斯 我们管奥赛罗叫悲剧 这悲剧的起源是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 奥赛罗的完整的标题是叫 威尼斯的摩尔人奥赛罗之悲剧 这是因为呢,戏剧的主角 威尼斯共和国的将军奥赛罗 其实是摩尔人 什么是摩尔人呢? 简单一点说,主要指非洲北部的黑人 所以在威尼斯共和国里 奥赛罗的身世是非常特殊的 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个时代 还没有现代的种族主义观念 但是种族歧视多少还是有的 奥赛罗在摩尔人里是尊贵的 相当于上等人 但是在威尼斯的人看来 摩尔人就是比较野蛮 比较好色的一种人 身份当然完全谈不上高贵了 南方的情况这样 我们再来看女方 女方Tesdemona 她父亲叫柏拉班旭 是威尼斯共和国参议院的元老 可以说是位高权重的贵族 因此Tesdemona是贵族之女 这个大户人家娇身惯养 如花似玉的小姐 竟然跟一个黑皮肤厚嘴唇 外来的粗人好上了 还瞒着父亲跟奥赛罗结了婚 这处悲剧由此展开 第一幕开始 莎士比亚没有正面来写 奥赛罗Tesdemona这一对 相反 她先从侧面着笔 写的是威尼斯两个居心不良的人 其中一个叫伊亚古 是剧中的大反派 也是整出戏的灵魂人物 几乎所有矛盾都是由她来推动的 另一个居心不良的人叫罗德里格 罗德里格一直垂涎于Tesdemona的美貌 而且死缠烂打 她虽然明知Tesdemona已经爱上奥赛罗 却还想方设法要把这个女人撬过来 可以说表面上她是个绅士 实际上是个心怀鬼胎的无赖 戏剧一开场 就是罗德里格在催伊亚古 希望他帮自己得到Tesdemona 他质问伊亚古 说 你拿了我的钱却不给我办事 太不仗义了吧 伊亚古就拍胸脯说 放心 我恨奥赛罗 是恨到骨子里去的 伊亚古为什么恨奥赛罗呢 原来伊亚古是奥赛罗手下的一个奇观 就是负责打奇的 奥赛罗提拔副将没有提拔伊亚古 提拔了另外一个叫凯西奥的 伊亚古因此怀恨在心 那么伊亚古不服气 是因为他有了不起的功勋吗 并没有 他其实并不比凯西奥更优秀 但他就属于那么一种人 总觉得自己比身边的人都强 要是别人提升的比他快了 他就一百个不乐意 然后千方百计就想把别人的好事给搅和黄 所以这就是个小人 伊亚古跟罗德里哥合计着 要把泰斯德蒙娜和奥赛罗斯定终身的事 捅到伯拉班旭那去 让当爹的知道自己的女儿嫁了个摩尔人 他们就去伯拉班旭家里讲了这件事 用的词都是很难听的 侮辱性的 比如伊亚古就说 你的女儿被黑马骑了等等 伯拉班旭闻听此事受了很大刺激 他一向觉得女儿很乖 怎么一下子就跟别人跑了呢 因此他用了骨肉的背叛这种说法 他觉得女儿背叛了自己 更关键的是 他觉得自己身份显贵 女儿千挑万选 最后竟跟了出身下贱的人 这让他心里极不平衡 伯拉班旭甚至不相信这是女儿自己的选择 以为是摩尔人给女儿下了什么鼓 用了什么迷药 可以看出 在这位贵族的心中 等级的观念如此根深蒂固 他根本想象不出贵族之女可以爱上粗野小子 这个世界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逻辑 伯拉班旭非常愤怒 他到处寻找女儿和奥塞罗 终于在深夜时分找到了奥塞罗 刚准备要找他理论 这时发生了一件紧急的事 原来有消息说 威尼斯共和国在海外的殖民地塞浦路斯 遭到土耳其人的攻打 这样一来 威尼斯的统治者群体 公爵和元老们就急了 要派奥塞罗去挽救大局 这时候伯拉班旭正揪着奥塞罗 要公爵和元老们评礼 泰斯德蒙也被叫来了 在众人面前 奥塞罗 泰斯德蒙呢 十言相告 说他们是相爱才结合的 看到女儿倾诉忠常 并没有半点被骗的痕迹 伯拉班旭没有办法 只得医了女儿 元老们决定派奥塞罗 到塞浦路斯去打仗 泰斯德蒙呢 也跟着去了 第二幕开始 场景就转到了塞浦路斯 奥塞罗 亚古 泰斯德蒙呢 还有泰斯德蒙呢的丫鬟 艾米利亚都先后来到塞浦路斯 这里说一下 泰斯德蒙呢的这个丫鬟 艾米利亚正是小人 亚古的妻子 她对剧中的冲突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然后 罗德里哥也到了 她为了追求泰斯德蒙呢 居然从威尼斯 一路追到塞浦路斯来 第二幕的关键情节不多 主要是讲亚古跟罗德里哥谋划奸计 给奥塞罗的副将凯西奥下了个圈套 让他喝醉了酒 惹下祸端 然后被奥塞罗免了职 这时凯西奥急了 迫切地想重获奥塞罗的信任 这时 亚古又跳出来装好人 给凯西奥出主意说 你去向奥塞罗的老婆 泰斯德蒙呢求情 让他给奥塞罗吹吹枕边风 准能帮上忙 凯西奥竟然信了亚古的话 其实亚古是想制造凯西奥 与泰斯德蒙呢私下相处的机会 然后再诬陷两人私通 但是亚古表现得冠冕堂皇 他说 谁说我是无耻小人啊 我贡献的这番意见 不是光明正大合情合理的吗 这个人做坏事 先要装模作样的理论一番 为自己作恶寻找一个合理的逻辑 这正是莎士比亚刻画人物 细致入微的地方 第三幕是剧情急转直下的一幕 先是凯西奥找到泰斯德蒙呢 求他帮忙说情 泰斯德蒙呢答应得很痛快 他说 我的丈夫很快就要不得安宁了 无论睡觉还是吃饭 无论他干什么 我都要插进嘴去 替凯西奥说情 可以说 泰斯德蒙呢是个胸怀坦荡的女人 也因为她出身名门 家里的能量大 不免有大包大揽的习惯 但同时 她也是一个不通事故的女人 对人心的曲折忧深 缺乏认识 接着 凯西奥向泰斯德蒙呢道别离去 这一幕恰好被奥塞罗看到 伊阿谷抓住这个机会 拼命尽谗言 暗示凯西奥与泰斯德蒙呢的关系 非比寻常 伊阿谷很会用手腕 采用的是寓意先扬 指东打西的方法 比如一开始 奥塞罗问他 凯西奥这人可靠吗 连问两次 伊阿谷都回答说 据我看凯西奥是个诚实的人 英国有位很有名的文学批评家 叫艳普孙 他统计过 在奥塞罗这部剧中 诚实这个词 一共出现了52次之多 这是极不寻常的 莎士比亚在别的剧里 从没有频繁使用某一个词 那么 莎士比亚为什么反反复复 说诚实呢 事实上 他是希望读者能反思 所谓诚实 因为这种诚实 是名不复识的 比如 奥塞罗居然很信任伊阿谷 多次夸他诚实 伊阿谷评价凯西奥 起初也说他诚实 可是很快 他的话音就变了 开始慢慢地暗示凯西奥跟 Testamona思通 后来干脆无中生有 不断刺激奥塞罗 伊阿谷对奥塞罗说 刘欣啊 世人 说老实话 做诚实的人 可是件危险的事 我应该做一个聪明人 因为为人诚实 就是傻瓜 虽然一片好心 结果还是不能取信于人 这里 伊阿谷旁敲侧击 引导奥塞罗 怀疑自己的妻子 这里一次又一次 出现诚实一词 也一次次证明 口头上的诚实 与内心里的诚实 差别有多大 在这一幕里 伊阿谷还干了一件坏事 奥塞罗曾将一块手帕 作为定情之物 送给Testamona 伊阿谷早就在打 这块手帕的主意 便叮嘱她老婆 也就是Testamona的丫鬟 艾米利亚 找机会把手帕偷来 恰巧Testamona 不小心把手帕掉了 艾米利亚便乘机捡起来 交给了伊阿谷 伊阿谷便把手帕 偷偷放到凯西奥家里去 制造了奸情的物证 而这一切 凯西奥完全不知 他发现了这个手帕 还很喜欢 然后让他的情人 一个叫比恩卡的妓女 把手帕上的花样描下来 这时伊阿谷就跟奥塞罗说 他亲眼看到凯西奥 曾用过那方手帕 奥塞罗大怒 回家找Testamona问话 问他手帕在哪 Testamona答不出 奥塞罗于是怒不可遏 而Testamona并不知道 伊阿谷的阴谋 他还不知好歹地 一个劲地恳求奥塞罗 让他给凯西奥官复原职 这无疑让奥塞罗 愈发火上浇油 这一场戏 是整部剧的高潮之一 Testamona这边 不停地为凯西奥求情 而奥塞罗则连叫三声 拿手帕来 真是雷霆万钧 把被极度冲昏头脑的 鲁莽男人的形象 表现得淋漓尽致 至此 奥塞罗对妻子的误会 已经很深 到了第四幕 伊阿谷还不罢休 继续在奥塞罗耳边 静谗言 奥塞罗的怒火 越烧越旺 甚至以起杀心 他准备亲手杀妻 而伊阿谷则自告奋勇 要去结果凯西奥的性命 就在这时 从威尼斯来的使者传令说 对奥塞罗另有任用 让凯西奥代替奥塞罗 行使职责 奥塞罗心下更怒 一怒之下 竟当着使者的面 打了Testamona 使者见此情景 不禁大为诧异 没想到 堂堂统帅奥塞罗 居然变得如此粗鲁 回到家后 奥塞罗又对Testamona 百般羞辱 骂她是偿妇 Testamona真诚地说 我希望 在我尊贵的夫君眼里 我是一个贤良 贞洁的女人 奥塞罗竟说 是的 就像夏天肉铺里的 苍蝇一样贞洁 可以看出 奥塞罗复仇之心已决 他完全听不进 妻子的话了 另一方面 伊阿谷 窜斗罗德里哥 要他跟自己一起 刺杀凯西奥 第五幕一开场 罗德里哥要刺杀凯西奥 结果两人都受了重伤 这时在一旁的伊阿谷 非但不救罗德里哥 还补上一件 将罗德里哥刺死了 伊阿谷的心狠手毒 简直令人心惊 而此时盛怒中的奥塞罗 已将Testamona的咽喉扼住 最终将无辜的妻子 掐死在床上 丫头艾米利亚 进来看时 奥塞罗平静地说 我亲手杀了妻子 见此情景 艾米利亚一方面痛苦于Testamona的死 一方面又恨奥塞罗轻信谗言 她正义感萌发 当着丈夫奥塞罗和众人的面 揭穿了伊阿谷的谎言 说Testamona是无辜的 一切都是丈夫在中间作祟 伊阿谷恼羞成怒 把妻子赐死逃走了 真相大白 奥塞罗意识到 自己轻信谣言 冤枉了妻子 她悔恨交加 立刻上前拿了柄剑 自吻而死 莎士比亚的奥塞罗一句 也就结束了 要论情节 奥塞罗这部剧的情节 并不算很曲折 也没有设置太多悬念 奥塞罗怒而杀期 是情绪一步步积累的 集中爆发 跟伊丽莎白时代 许多别的悲剧比起来 奥塞罗甚至可以说 不够激烈 不够刺激 莎士比亚写这部剧的时候 大概37岁 已经发表过 《哈姆雷特》等作品 她的文学观 也慢慢趋向成熟 不再把重点 放在情节的跌宕起伏上 她认为 情节固然重要 但戏剧不应当是 由情节来引领的 应该是由人物来引领的 有什么样的人 就有什么样的命运 就有什么样的故事 有《哈姆雷特》 就有《哈姆雷特》的命运 有奥塞罗 就有奥塞罗的结局 换一个人 换一种身份 换一种性格 那情节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说 在莎士比亚成熟期的戏剧中 人物才是核心 所以人物塑造 也是奥塞罗这部剧的核心 这部剧所塑造的 但是二十世纪的大诗人 大批评价 艾雷特 他在评价奥塞罗时 对奥塞罗死前的那番话 做了一番不一样的分析 奥塞罗在死前说了什么呢 他说 想当年 在叙利亚的阿勒坡 曾有个凶恶的土耳其人 殴打一个威尼斯人 毁谤咱们的国家 那时 我一把掐住那口奴才的咽喉 就这样 一箭结果了它 艾雷特说 这些话听上去好像是在 罗列自己的功绩 塑造功德碑 而试图掩饰这种不堪的现实 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悲剧式的人物 艾雷特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有点像冷笑 艾雷特笑奥塞罗太会演了 不是演给别人看 而是演给自己 把自己的人生戏剧化了 人性的动机 永远是首先欺骗自己 他首先想到的 不是泰斯德蒙娜的冤死 而是他自己 而是如何戏剧化地表现他自己 欺骗自己 然后欺骗观众 艾雷特此话一出影响很大 因为在他以前 评论家们总体上 还是认可奥塞罗的英雄气概的 艾雷特的这个观点 影响了不少批评家 在他之后 有不少人开始 以审视的目光打亮奥塞罗 其实对奥塞罗的品质 剧中人物也曾有过质疑 比如从威尼斯来到塞浦路斯的那位使者 看到奥塞罗在众目睽睽之下打老婆 就不禁感叹 说 这就是整个元老院同声赞叹 称为全德全才的那位英勇的摩尔人吗 这就是那喜怒之情 不能把他震撼的高贵的天性吗 这就是那命运的剑 不能把他擦伤穿破的坚定的情操吗 可以说 他是从旁观者的角度 看到了奥塞罗心理脆弱的本质 为什么说奥塞罗心理脆弱呢 我们看 奥塞罗固然是将军 有一种男性气概 可是这种英勇 未必经得起日常现实的考验 可能只是莽夫之勇 而非真正沉着坚定的品质 再者我们看第四幕里 奥塞罗骂自己的妻子是娼妇 甚至形容他是肉铺里的苍蝇 此外还用了许多难听恶毒的字眼 就不难看出奥塞罗的内心并不高贵 他毫无真凭实据就怀疑自己的妻子 却对耶阿谷这样的小人一百个信任 这说明他缺乏查人之名 不能清晰地分辨人的优劣善恶 这种查人之名 用意要求普通人似乎就嫌过高 可是对奥塞罗这种将军来说 就不算过分的要求 将军要统帅人 提拔任免 要杀伐决断 如果不具备一定的辨别人才的能力 那这个将军也是做不好的 奥塞罗外表鹦鹉 其实内心却很虚弱 这也是有原因的 他出身低下 靠着个人打拼闯出一片天地 这是他光明的一面 可是从底层一路苦熬出头的人 往往有一种深入骨髓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 他时刻紧张着 担心现在所拥有的会被再次夺走 比如他娶了贵族小姐 这是对他能力的一种证明 可是他一听说妻子给他戴了绿帽子 他的第一反应 是把他看成对自己尊严的冒犯 是对自己获得的世俗成功的否定 对奥塞罗来说 这种挫败感对他是致命的 内心的自卑感不安全感 一下子脱笼而出 使他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 奥塞罗会突然表现得那么不理智 近乎疯狂 也就变得好理解了 奥塞罗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甚至自恋 如果取得了世俗成功 他会觉得 那是自己一个人奋斗的结果 如果一败涂地 他也会给世人留下一个漂亮的身影 好像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宿命 埃略他评价奥塞罗爱演 把人生戏剧化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对于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来说 妻子的爱在某种程度上 也只是被他看作自己能力和成功的证明 所以对奥塞罗而言 泰斯特蒙娜更像是一种虚向 他本人是什么样的 反而是次要的 只要有他来装点奥塞罗的成功就够了 泰斯特蒙娜的出身越高贵 越证明奥塞罗的魅力 他对丈夫越死心塌地越能证明奥塞罗的本事 因此当奥塞罗以为泰斯特蒙娜背叛了自己 这对他的打击是全面的 几乎粉碎了他的自我认知 所以奥塞罗最后的姿态 恰恰可以被看作对自我形象的最后拯救 是他最后一次挨碗的临水自照 说完了奥塞罗 我们再来看看泰斯特蒙娜 泰斯特蒙娜美丽尊贵 她养在身归里 不曾广泛接触世事 对世界有一种天真的认知 在这种天生就占尽优势而不自知的人看来 循规蹈矩的婚姻是没有吸引力 没有挑战性的 而打破常规 与社会阶层悬殊的人结婚 甚至是与摩尔人这样的非我族类结合 则是一种浪漫的感情体验 让他有了真正活过了一次的感觉 因此对泰斯特蒙娜来说 奥塞罗的黑人身份 他的低贱的出身 反而成了吸引力所在 代表泰斯特蒙娜向往着的另一个世界 同时泰斯特蒙娜常常会低估事情的难度 因为他一直处于优势 总是太容易实现愿望了 他以为出身社会阶层这些阻隔 也同样是他能够凭借一己之力跨越的 却不知这些阻隔是极深的 况且他一向以为是凭一己之力跨越的那些障碍 其实往往是借了出身优势才克服的 只是他意识不到罢了 所以泰斯特蒙娜只看到了奥塞罗勇武一面 就被浪漫情感冲昏了头 他想不到奥塞罗还会有贬侠自卑的另一面 只是因为伊阿谷这样的小人存在 使得这悲剧变得更惨烈了而已 好 现在我们来说说伊阿谷 有不少评论家认为奥塞罗这部剧的真正主角是伊阿谷 因为他的台词比奥塞罗还多 而且几乎所有剧中人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 泰斯特蒙娜 奥塞罗以及剧中的其他角色 如凯西奥 罗德里格等 这些都是简单的人 他们心思比较单纯 所想与所为之间是单线的 伊阿谷就不一样了 他是一个复杂的人 他的表里不一是这部剧的重要主题之一 伊阿谷的复杂表现在他有自己的心理深度 比如他希望得到提拔 但是他的这些期望都隐藏在他的歹意之中 他在罪恶中沉浸得太久 使他看事物的眼光扭曲了 伊阿谷心里总是想着 这个世界为何对我如此不公平 他很聪明 却没有开阔的心胸 过分膨胀的不平之气扭曲了伊阿谷的判断力 可以说伊阿谷的奸计虽一时得逞 逼死了奥塞罗夫妇 但是与此同时 他本有能力追求的人生梦想也破灭了 他最终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成为一个罪人 这对伊阿谷的心智而言 也是另外一种悲剧 英国有位思想家叫阿兰·布鲁姆 他对伊阿谷的评论很深刻 布鲁姆说 毫无疑问 伊阿谷是个恶棍 但他的恶并不浅薄 他很清楚地抓住了每个人的弱点 他对每个人所采取的行动 都是依照对方的逻辑来实现的 比如 奥塞罗渴望得到认可 但是心理脆弱 比如 罗德里哥痴迷于泰斯德蒙娜 却头脑简单 比如 凯西奥一心想官复原职 于是病急乱投医 在每一个人的故事中 他都可以正当地认为 那个人要为他自己的麻烦负责 伊阿谷只不过是促使某种 已经存在的东西显露出来而已 就像上面所说 奥塞罗和泰斯德蒙娜的结合 本身就是危机重重的 一不小心就会滑向深渊 只是伊阿谷的推动 让他们的矛盾集中爆发 因此可以说 伊阿谷是周围所有人的镜子 忠实地照出了他们的脆弱 预演他们的悲剧 在某种意义上 如果没有了伊阿谷 没有他魔鬼般的洞察力 没有他的推波助澜 剧中人物就不会在冲突中 暴露各自的软弱 我们就不会了解剧中的人物 这不由让我们佩服 莎士比亚的比例 他对人性如此洞察 才塑造出了这么一个绝妙的人物 好了 通过对奥塞罗 泰斯德蒙娜 以及伊阿谷三人的形象分析 我们探讨了莎士比亚 用人物带动情节的绝妙手法 探讨了性格与命运的关联 可以说 这正是奥塞罗一句的精髓所在 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前面的讲解也可以看出 奥塞罗里的主要角色 不论是处处使坏 从中作梗的小人鸭骨 还是怀疑老婆给自己戴了绿帽子 疑神疑鬼 越陷越深的奥塞罗 这些角色很鲜活 很贴近 好像就生活在我们的周围似的 这就跟哈姆雷特那种沉思气质的角色 大不相同了 所以我们说奥塞罗是莎士比亚悲剧里面最有人间味的一部剧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奥塞罗这部剧中的现代议题 前面也提到了 在今天看来 这部剧非常现代的一点 首先就是种族的问题 莎士比亚让黑人成为主人公 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事 这部剧大概是1601年完成的 1963年的时候有一个评论者叫托马斯赖默 这是莎士比亚戏剧最早的评论者之一 他几乎把奥塞罗这部剧贬得一无是处 他提出的第一条理由就是 一个黑人居然能成为威尼斯的将领 还娶了一个尊贵人家的千金 这太不合情理 当时的人都理解不了 而这正是莎士比亚了不起的地方 也是他超于同时代人的地方 他预见到 在未来来自不同背景 不同种族的人要登上世界的舞台 要展开生存的社会的政治的竞争 这种势头不可遏制 这种新兴的势力 在与旧的社会秩序发生摩擦碰撞时 必然会造成悲剧 莎士比亚一开始就把种族议题 跟社会等级议题一起 引入了自己的戏剧 可以说是目光如炬 在古代欧洲的戏剧舞台上 都是白人演员在演戏 一直到现代 白人演员都是要把自己的脸抹黑了 再来演奥赛罗 直到1930年 黑人演员保罗·罗伯逊扮演了奥赛罗 才第一次让奥赛罗有了真正的黑人面孔 在今天 欧美国家上演的奥赛罗 基本上都会用黑人演员来扮演了 这一选角方式的变迁也体现了人们在种族意识方面的进步 但我们还应该注意到 对种族议题 莎士比亚的态度并不是那种简单的政治正确 不是简单的维护弱势的种族 而是呈现了真实的复杂性 在莎士比亚笔下 奥赛罗是有能力的 有理想的 但是他身上也带着一些抹不去的落后印记 这些落后之处 不是奥赛罗一个人有能力克服的 莎士比亚清楚地知道 通往美好的路 绝不会是一条直线 布鲁姆也评论说 莎士比亚的这个摩尔人 通过努力融入了欧洲世界 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也赢得了众人的尊敬 但是在他有了出人意料的成功后 最终又不可避免地显露出脆弱的本质 可以说这种上升之后的回落 背后的悲哀已经超出了个体 因为这是在社会变动时期 整个社会群体所承受的宿命般的痛苦 这种悲剧更残酷更深沉 也更让人唏嘘不已 除了种族问题 奥赛罗这部剧 也很集中地处理了性别问题 在四大悲剧中 奥赛罗的性别意识是最突出的 尤其表现在对性的态度上 奥赛罗剧中有三个女性角色 一个小姐Tesamona 一个丫鬟Emilia 还有一个风尘女子Bianca 她们三位女性恰好处于社会的三个阶层 尊贵阶层 中间阶层 卑贱阶层 有意思的是在剧中这三个女人都被骂过是娼妓 可见性的污名化是不加区别的加在每个阶层的女性身上的 即便是出身高贵的Tesamona也无法幸免 莎士比亚把女性整体在社会中的劣势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也注意到 这三个女人在面对性的污名化时 无一例外都表现出严肃的态度 因为对她们来说 爱与贞结绝非儿戏 哪怕是风尘女子 也不愿意人们说她是娼妓 我们细细品味会发现 这种女性形象能在莎士比亚那个时代出现 是很令人动容的 因此奥赛罗这部剧也是批评家们 很喜欢从女性主义视角加以评论的戏剧之一 比如英国有位著名的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 他就认为 对奥赛罗这个男人来说 女人的真操就是女人的一切 因为性的极度 整个世界似乎都被掏空了意义 但他又敏锐地指出 性极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解释的危机 也就是说 奥赛罗本来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有一种构想 有一种解释 一听说自己的老婆给他戴了绿帽子 他的这种构想和解释 一下子崩塌了 这种解释体系失灵了 为什么呢 伊格尔顿曾说 极度不是性欲望的形式 性欲望才是极度的形式 这话听起来费解 其实呢 他就是说 也许从表面上看 性的欲望是男性最根本的驱动力 但是从深层次上说 并非如此 真正的最深的驱动力 反而是极度 极度是对自己无法拥有的东西的渴望与胶着 一个人不会对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产生欲望 一个人如果对某人产生了欲望 也就是把对方看成自己所缺乏的对象 这也就不难理解奥塞罗对Testamona的态度了 可以说 这种基于性别批判角度的现代性解读 把奥塞罗的情感实质拨到了最深层 当然并不是说具备了现代性的作品才是经典 比方说维吉尔和弹丁的作品 现代性肯定没那么强 但是这丝毫不妨碍埃尼阿斯基和神曲成为千古名作 可是像奥塞罗这样具备丰富的现代意义的作品 的确更容易给我们带来触动带来启发 文学作品不是药方 不是照方抓药就能药到病除 文学作品是暗示性的 是启发性的 伟大的文学经典 呈现给当代读者 一个道德处境 一个审美空间 读者身临其境 体验之余也会思考如何改变自身 奥塞罗这部剧就是提供了一个如此真切 如此现实的空间 让你在里面体验善恶 领略美丑 洞悉人性 而剧中人面对的那些疑问和抉择 好像也就横在你面前 要你用自己的心最终为人生做出选择 好了 奥塞罗就为您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